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 1600股民開獎 股民的迎難雜誌 由老師來開獎 看到美國這通膨意外的降溫 兼讓台股 美股是手牽手 同步的是再創高 台股這個波段是晶晶漲 52年前是不是還有高潮呢 雖然今天午盤過後 有一點點壓低 讓大盤流了上一線 不過電子的資金比重 重新回到了盤面的要角 5月AI股的節節加持 是不是還有好戲可看呢 到底廣達拉回買不買 民意一點就噴 還會不會續衝 怎麼來領先卡位 電子下一棒的標股 建委請教分析師翁世俊了 世俊老師好 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台股今天股會 價量是通通其揚 本部行情的漲勢 看起來是完全不踩刹車的 如果現在被嘎空或嘎空手 到底該怎麼辦呢 眼看本週指數天天都創高 卻不知道該怎麼選股 哪些個股已經出現了轉多 甚至準被噴出的跡象 怎麼在起漲前先行做佈局 建委請教分析師森英傑 傑帥老師好 田圈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台北股 是挖建盤中再度刷現 歷史新高 這個禮拜天天創高 今天高減盛已經衝到 21,500點 不過詩勳老師 我們幫大家看一下 在早盤 各股 肋骨 百花齊放 歡天雷動 使出再創高的同時 而且我們發現到了 反而在舞盤過後 稍微漲勢在做收斂 結果今天中場有一點點開高 做得壓低 上檔留了一個滿床的上影線 這個上影線怎麼解讀 等一下是俊老師會來做好好的解析 不過盤後籌碼到還獻出了一些 關鍵的訊號 為什麼呢 因為外資這一波連污買 不但連滿 而且買超力度越來越大喔 今天買超台股快五百億 反而是投信喔 之前狂買的是它 今天反而有點點高檔的獲利了結 由買轉賣 不過也只有小賣而已 最近商也是賣轉買 不過外資反而在期貨的空單 稍微再增加了五千多口 讓進空單又增加到八千多口 那市長老師你會怎麼解讀 第一個 今天大盤的開高走低 第一 是不是要擔心呢 外資的期限貨不同步 到底又該怎麼解讀 好 那期限貨不同步 我們以現貨為主 那因為這一波的外資 其實期貨空單 之前都是一萬多口嘛 那現在其實在一萬口以下 我覺得都還好啦 雖然今天空單增價 差不多五千口左右 但是它現貨是買超相當多 買了四百八幾 今天新台幣大幅的升值 升值兩角左右 所以代表說外資錢真的有進來 而且真的有買股票 所以這張線我覺得不用 這方面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頂多是震盪一下 那你說就日K線來看 你看一下今天為什麼要留長上一線 對 因為連漲五天啊 連漲五天你又碰到美股大漲 那又碰到21500這種整數關卡 21500點嘛 這個叫整數關卡嘛 對不對 上次碰到21000點的時候 就稍微做拉回嘛對不對 那衝過去之後碰到整數關卡 那當然會有人想要先賣股票嘛 畢竟漲了五天 不過說今天最大量的低點 如果都手穩的話 那我覺得盤勢還是很強 那就算稍微拉回 你只要沿著五日線 五日線沒有破 這趨勢都還是偏多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股這邊 因為美股三大指數已經創高 除了費半以外 因為昨天公布這個CPI是3.4% 跟我們昨天講一樣嘛 就是預估3.4% 只要是一樣或是再低一點 美股就會大漲 對 真的是大漲 那漲幅還是相當的大 所以如果美股還在漲的話 台股這邊是不用太擔心 台股有這個領先上漲的作用 因為最近是台股先創高 美股才跟著創高 那如果今天台股這樣創高 然後有留點上限 那今天晚上美股也有可能 就是漲然後稍微留點上限 其實都有可能的 但現在類股輪動是相當健康 因為電子的資金比重有拉高 這兩天有拉高 但是說這個傳產也沒有特別弱 本來以為傳產要休息一下 沒有 這個營建 上個禮拜最強的叫營建 對 那今天就稍微又轉強 那這禮拜最強的叫航運 本來以為要休息 我們看一下這個嚇死人 看一下長榮好了 昨天特別跟大家講 這個反而是拉回吳日線的好買點 今天這根紅K居然創了這個收盤 收盤架 近期收盤架新高 所以代表說這個長榮 我覺得大概到前高都還有機會 但你不用追高 到前高稍微做點解碼動作 然後籌碼最漂亮 絕對是2609陽明 陽明 長榮我覺得要採曲線操作 因為它這波漲太多 但陽明 它雖然說最近漲很多 但你時間拉長來看 它是剛起漲而已 位階其實還算很低 你自己看它之前是200多塊 對不對 然後你再把它切到2603長榮 一樣這個畫面 長榮的位階 這樣一看就知道了 好像位階是相對高 那你再切回這個2609陽明 時間再稍微縮短一點 縮短一點到看最近 你看 完全沒有任何 它幾乎是連五日都沒碰到 所以它是這一波最強的股票 那我覺得都還有機會在供 好 那因為看起來排面當中 肋骨健康輪動 不過剛剛世俊有說 其實最近這兩天很明顯 資金開始回籠電子了 其實坦白講 世俊我們幫大家關注一下 電子這波回籠 資金回籠電子 看起來是來真的 因為其實5月的下半旬 感覺起來應該是 電子的題材比較多 之前還會繼續往這邊靠攏嗎 好 那520以前 我覺得傳產比較強 這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的 因為不管是最近就是類股輪動 但520以後知道 你可以把資金稍微來看一下 這個AI族群 電子股 因為很多重要大事 首先當然揮達公布財報 下禮拜三 下禮拜看他公布財報之後 開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我覺得今天廣達開高走低 也有可能要等一下這個揮達財報 好 那再看一下 我們這個為什麼資金會重返AI族群 首先黃仁勳 3月18號他在GTC 他這個發展這個 他這個展出他的人型機器人 有深層式AI的 跟發表最新的這個B200GPU Blackware晶片 好 那這個 自從他展出這個人型機器人 這個索羅門從3月18號 展到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為什麼機器人又在展 因為這個黃仁勳 在6月初的時候 這Computex台北國際電腦展 又要來台灣 而且這次不只黃仁勳 還有一堆科技的巨頭 都會來台灣 所以這一定是造成一個很大話題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四星KY的私募大客戶亞馬遜 砸了5.35億注資 這個貝佐斯變成他的 其中一個大股東 那代表說這個AI的股票 其實有國際的資金注入 這對這個AI族群也是一大激勵 好 那我覺得整體來看 你說基本面要好 好到明年的一定是AI族群 那因為美國的四大科技巨頭 這個CSP 微軟 亞馬遜 Meta Google 他們都會持續的 增加他們AI跟雲端相關的資本支出 那AI的訂單就是源源不絕 而且是會持續的 年復合成長率會越來越高 所以題材是相當豐富 不過當然因為今天大家就會看 指標會看廣達 為什麼AI題材這麼多 廣達就是站在風頭上 就是站在贏家的肩膀上 但為什麼公告出來 第一次財報這麼好 股價卻今天這樣表現呢 好 那因為我覺得是有人先卡位 卡位這個廣達 就是說法說會講得很好 事實上也講得真的不錯 他說這個下半年AI伺服器 是需求大爆發 這個全年伺服器業務佔50% 那代表說這個伺服器是相當的旺 那你財報大概看一下是不錯 3.13幣 荒害好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說 這個法說完之後 國內外投顧 目標價 國內外法人 像看最好的是銳影看到400塊 離得滿遠的 那高盛看383 那永豐富邦 340 350 其實都很高 離現在都有一段距離 好 那我覺得 因為這個GP200大贏家 就是鴻海跟廣達 所以他們下半年 甚至說年底 營收會大幅的上來 所以這邊是長線的操作 長線操作就是說 你可能拉回的時候慢慢買 拉回慢慢買 像今天只要說有拉回 其實就可以 我覺得就可以建立一些 基本石骨 因為你之前在漲的時候 你不敢買 對 那你難得看到拉回 那就可能就是從 拉回到可能時日線附近 甚至月線附近 其實都是一個分批 慢慢買的買點 你看最近外資其實也 買滿多的嘛 對 所以這個廣達 我覺得是可以長線操作 你比較保守投資人 你看好AI 就是廣達 鴻海 這兩檔 兩檔選一檔 然後來長線操作 好 那當然AI的擴散效益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要必須 注意到的方向 我記得視訊曾經掃描過這檔各國 這個CCL的聯帽 那因為它之前曾經也是這樣 飆過一大段 四月初的時候 那因為現在拉回來 感覺有點好像要突破 三角收斂的味道 有沒有機會發動呢 對 是滿有機會的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講聯帽是這一根嘛 講完之後就噴出 對 好 那時候是看它 它感覺要剛突破轉牆 結果就往上飆了 好 那因為聯帽 它是做這個CCL的 它也是有切入 揮打GB200的供應鏈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而且是比較新的供應鏈 好 那因為它的毛利率 有機會慢慢的往上 因為它目前的話 它很多 還有很多新增 其他的雲端伺服器大廠 CSP的客戶訂單 毛利率有機會慢慢往上 好 那你看它的K線 K線來看是今天這根紅K 感覺要突破了 碰到月線反壓又下來 等於說一次 兩次 兩次碰到月線都打下來 所以很簡單 月線站上去就有機會發動 前高我覺得就有機會來挑戰 那再來看一下 投信的買超 投信之前 你看這邊買滿多的 對 對 這邊 這邊 它都買在高點 有沒有 殺下來 你買得比投信還便宜 所以是有機會的 好 那當然其實講到 最近一點就動的個股 真的是要看一下 3060的名譯了 其實昨天才講 那時候還講說 其實好像要挑戰前高 會不會有壓力 結果今天直接亮燈漲停 它的續航力怎麼看呢 好 這個真的很巧 昨天一點名到這個 3060的名譯 我們在早上的連線 也有講到這張股票 就是開發就直接攻漲停板 很快 好 那怎麼看 好 那其實我昨天還漏獎 也就是說目前的話 HDD就是傳統的硬碟 因為它是目前 國內最大的硬碟零組件供應商 它的第三季開始 訊息站一開始到今年已經漲幅了20% 那你因為AI嘛 所以說要大量的資料儲存 傳統硬碟開始也有 非常的火熱 那它還有搭上這個機器人的題材 那我們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K線 好 K線來看再把它縮小一點 放大一點 把時間拉長一點 前高在哪裡 前高 前高在這邊有沒有 37.35 所以你操作很簡單 今天是轉牆 因為它把之前的高點給突破 我昨天有講到說 這KK高點突破就會轉牆 那快靠近的時候 就可以做減碼動作 好 那因為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真的天天有高點 而下禮拜就是520行情了 還會有沒有一些驚喜可以期待 那是因為現在大家的問題就在 不知道怎麼懸股 有沒有哪些方法可以丟給大家 很簡單 現在懸股就是要賺快錢 就是快進快出 因為歷史高點 你要報得久 你也不敢報 除非你確定 它的未來的基本面 比如說廣達 鴻海 你敢報場 其他的短打為主 怎麼短打 我們還是有AI選股給大家 像我們前幾天講的 不管是這個陽明 藥華 都是這個AI選股選出來 甚至像昨天還選到 6446的藥華藥 這個法說講得很好 直接這樣藏紅噴出 所以你這種的走勢代表說 你任何時間的卡位 都有機會賺錢 那我們今天一樣 是提供這個AI選股給大家 一定要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或是能打這個LINE 打這個小老鼠 打B1G88 兩個方法 就是手機照這個QR Code 或是打這個小老鼠 打B1G88 我們放在右上角的記事本 今天的AI選股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看到台北股 是接連的一個創高期 航行非常的熱 那資訊提醒了 我論聽前 除了有些個股 你可以長線佈局 但大部分你可以以短打為主 短打怎麼精準選到個股 可以在視訊老師的LINE群組 有一些整理的籌碼資料 相關個股研究報告 都可以提供給大家 做排名當中的進一步參考囉 好 那等一下回來再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今天的航運股 五環洲又轉強了 陽明這一波是外資在捧上天 休息之後 今天又再度的衝高 是不是還是不預設高點 這一波陽明會碰到哪裡 航到哪裡 我們等一下回來 請教杰帥老師 歡迎回到1600股民開講 看一下今天的台幣 美國CPI降溫 今天台幣在飆 中場是升了1.92角 收在32.12元 今天是來到超過有一個月的新高 好 所以我還請教杰帥老師 今天包含然台幣 包含然台股都表現這麼強 但唯獨就是 我們看收盤 指數卻出現了開高走低 流一個上影線 其實來到歷史高點 大家都會怕 到底滿足點到了沒有 竟然上影線 大家是這樣解讀的嗎 好 謝謝婷娟 首先今天的台北股市 可稀可惡再創歷史新高 21515 當然來到215 515之後 我們發現到 它留了一個滿長的一個上影線 這個地方 今天的開高走低 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個人認為 一點都不需要害怕 為什麼 各位 其實我之前就一直有跟大家講 現在的台北股市 天天在創新高 它之所以會出現的這個賣壓 只是很單純的一個獲利賣壓 好 我們可以從前幾天的K棒 可以看到 大家仔細看 前幾天我們可以看到 21000點也是一個整數關卡 第一天挑戰的時候 它也是有賣壓 對不對 它就是過不了 第二天的時候 它從壓力就變成支撐了 再往前看這個20500點 第一天來到20500點的時候 它也是壓回 出現一個上影線 隔天馬上變成下影線 從這一天開始我就跟大家講 台北股市已經正式轉強 我相信只要在之前有看我節目的 我都是講在前面 預告在前面 我說你真正需要看 一個分析師的節目是 這個分析師 他到底有沒有預告未來的本事 包含預告大盤 包含預告個股 能不能精準的預告 這個才是你們所需要的分析師 那大盤我告訴大家 今天只是一個很單純的獲利賣壓 目前的多方架構 還是沒有任何敗向 為什麼 可以從這個MACD的黃金交叉看到 它不但柱狀體的強度沒有減弱 反而有增強的跡象 所以接下來 520的行情可不可以期待 絕對可以期待 下個禮拜一就是520 接下來520 我們從歷史的數據可以看到 520過後的20天 上漲的機率高達8成以上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你們 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懸老股票 佈局老股票 接下來就可以 完全的來面對這個大盤 接下來噴出的行情 那怎麼選對股票 其實我教過7個字 各位每天我都一定會講這7個字 因為我要讓觀眾牢記在心裡面 趨勢轉多有人買 趨勢轉多有人買的股票 你給他用力買進去就對了 那當然這7個字要怎麼判定 它就有一定的一個方法跟依據 我判定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趨勢轉多 我會看一檔股票 它的MACD也會形成一個 所謂的黃金交叉 通常一檔股票趨勢要翻多 它的MACD一定要先形成黃金交叉 所以我只買MACD 黃金交叉的股票 第二件事情 當趨勢轉多之後 如果要它漲得又快又兇的話 就要去觀察它到底有沒有人買 那一檔股票如果有人買的話 它一定會出現 突破整理平台的紅K棒 那只要這兩個訊號 同時成立的話 請你閉著眼睛 給它用力買就對了 不要懷疑 10檔股票裡面會有8檔 你會賺得又快又兇 那當然我講過了 我現在唯一的難度就是 2000支股票 我如何在第一時間 找到我要的股票 很難 畢竟你一檔一檔去看 這個看完之後都收盤了 所以一定要用工具 來幫我們抓股票 所以AI人工智慧的運算 結合技術分析的邏輯 我認為是現在最棒的一個 找股票的一個方法 它可以讓我們急速掌握到 強勢標股 就是我們的條件的一個股票 底部起漲 第一時間馬上進場 絕對不拖泥帶水 來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 分享三支股票 這三支股票 其實我老早就已經預告在前面 只是今天再拿出來分享而已 先講第一支股票 來 第一支股票 大家認真聽 叫坤銀 2365的坤銀 之前從25塊半 回檔修正到最低的18.65元 現階段到底可不可以接 可不可以買 我跟大家講 這支股票 它的前程非常的美好 它有大好的前程 為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5月的時候 這一檔股票它的趨勢重新翻多 有沒有看到 之前從25塊多 跌下來到18塊多 現在趨勢重新翻多 而且在趨勢翻多的那一天 又出現了一根紅K棒 代表說趨勢翻多 當天就有人買進 昨天它又出現一根長紅棒 我可以篤定一件事情 這支股票最近有人大量在買進 有人買的股票它一定會漲 因為股票是這樣的 越漲越有人注意 越有人注意的時候越有人買 它會形成一個良性巡軟 這個邏輯應該不難懂 那當然到底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買在這個漂亮的起張點 很簡單 當你運用了AI的 選股的方式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的知道 5月5號趨勢一轉多 馬上就可以買進 而且昨天這根長紅棒 出現箭頭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碼買進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5月5號 它當時在20塊半附近 你就可以買進一筆 然後昨天出現這個 紅K棒的時候 22.15元 我們是用收盤價來看 你又可以再買進一筆 那當然這支股票我說了 它才剛剛趨勢轉多 它後面的漲幅至少 還有三成左右的一個漲幅 會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陽明一樣 漲得不要不要的 所以現階段它還有空間 還可以佈局 那我說了 我的每一支股票 我都會事先預告 這一支股票 我們在昨天下午4點的時候 跟大家預告 我記得在節目上 我有邀請大家來加LINE 如果你有加LINE的話 你應該可以在記事本裡面 看到我分享的這一支股票 20幾塊的股票 就叫做昆盈對不對 那當然除此之外 還沒加入的好朋友 一定會問說 今天到底有沒有新的股票要分享 當然有啊 我們請婷娟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是每天下午4點 都會公布兩檔股票 今天一檔80多塊 一檔100多塊的股票 沒有錯 每天都會有兩支股票 那所以錯過了之前 我分享的股票 沒關係 你現在加入一切都來得及 因為每天都有最新的標的 好 這第一支股票 接下來第二支股票 跟第三支股票 如果你最近有收看我節目的話 你已經聽到有沒有吵架了 我們先來說第二支股票 來 各位看一下 第二支股票在耀華 應該聽到耳熟能響了吧 那這支股票我就跟大家講 他也是5月初的時候趨勢轉多 你有沒有看到 趨勢轉多同一天 出現紅K棒有人買 就是這麼巧 很奇怪 趨勢一轉多有人買 他馬上直接噴出 之前他根本就橫盤整理 橫盤整理多久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指揮棒橫向 從3月整理到5月 整理了一個多月 快兩個月的時間 你有沒有看到 很奇怪的是 很巧的是 為什麼MACD一黃金交叉 一出現紅K棒馬上就噴出 因為有人大量在買進 股票就是這樣 他很奇怪 有人買 就會很容易噴出去 那當然怎麼買在起漲點 當然有了AI 你就會如虎添翼 5月8號那一天趨勢轉多 30塊附近可以買一筆 然後5月10號他還拉回 讓你減便宜 5月10號那一天 這裡出現一個箭頭 你可以在29塊8再加碼 而且我跟你講 這張股票還沒漲完 他現在只漲兩成 你不要以為漲兩成很多 他後面可能還有 三成以上的空間 等著你去賺 那因為這支股票 他基本上是屬於 剛剛翻多的股票 所以我覺得他後面還有空間 手上持有的不要急著賣 這是聽我的建議 那當然這支股票我們預告 來當然要預告 什麼時候預告 上個禮拜五 來5月10號 5月10號預告的時候 我請問你 為什麼會預告 就是因為他出現箭頭 如果你在禮拜一買的時候 我跟你講到今天 你已經賺超過兩成了 100萬至少賺20萬以上 需不需要花錢 完全不用花錢 因為只要你加入我的Lite 你就會發現5月10號那一天 你剛好看到這支股票 你就會買進 然後你就可以很簡單的賺到20% 那再來第三支股票 更不用講了 我講了至少五遍以上 叫陽明2609 4月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看到趨勢轉多 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嘛 然後到5月 他的趨勢一直都在多方 接著行情 他就往上一飛衝天 來各位 這支股票 真的有本事預告 在前面的人還真的很少 大家都現在才在那邊講 陽明好 陽明棒 陽明掛掛叫 卻沒有人在4月的時候 告訴你他可以買 各位 我們這支股票什麼時候預告 我給大家看一下 4月8號的時候趨勢轉多 4月24號 你看一下這個箭頭 這箭頭一出現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預告 來各位 這叫4月24號 所以我說 真正有本事的人 他是預告在前面 而不是現在每天看到陽明掌 就說陽明好 陽明棒 陽明呱呱叫 那個叫事後諸葛 有沒有人事前諸葛 我就是其中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4月24號哪個分析師 告訴你陽明可以買 就是我 就是我 不要懷疑 只要你加入我Light 這些股票 我們所有的記錄都留在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有的證據我們都存在 都沒有刪除 所以投資朋友我說了 你只要現在加入我Light 從今天開始 我在Light裡面分享的股票 你每一次都看得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我Light裡面 還有其他重要資訊 像這個早上9點半 我會提供一份 大盤的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大盤我從過年前 我就告訴你 18000絕對不是壓力 它會從壓力變支撐 我甚至於告訴你 過完年之後 會有一個很大的跳空缺口 果然出現一個 500點的跳空缺口 這一切的一切 你只要一路以來 追蹤我的節目 我都是講在前面 絕對沒有講在後面 再來下午三點半 每天的直播教學影片 大家一定要去看 為什麼 來 各位 如果你的資金有300萬以上 我直接了斷告訴你 你們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麼 老師我當然希望這個 像陽明 我能夠在4月24號那天 直接把300萬壓進去 然後到今天我賺個六成 300萬賺六成 我賺180萬 只要一個月的時間 你一定希望這樣 如果你希望這樣的話 你就要長期追蹤 我的直播節目 因為我裡面講的都是實戰 怎麼樣把資金 重壓在起漲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直播教學裡面的 重要的一個資訊跟內容 有資金的投資朋友 一定要來看 至於每天精選底部 起漲的個股 今天還是有兩支 一支一百多塊 一支八幾塊 你只要現在加賴 這樣就看得到 我完全沒有蓋牌 完全公開 所以投資朋友 來到了現階段 你可能覺得做股票 真的很難對不對 其實沒有難不難 有方法就很簡單 像我每天這樣子 能夠大膽的預告股票在前面 我靠的是什麼 就是正確的邏輯 還有專業的分析 所以你只要跟結帥交個好朋友 你就能夠有一個好幫手 來幫你找股票 只要簡單加賴會不發發 結帥就會幫你找股票 來 至於怎麼加賴 有兩個方法 來 各位第一個方法 真的不要再發呆 拿出手機來掃描這個QR Code 不要看節目看到目瞪口袋 然後忘了加賴 這很可惜 來 掃描QR Code之後 你就可以找到我 或者利用第二個方法 找到我們LINE的ID 小老鼠A957 你就賣賣賣賣賣的 來 A957 這是我想出來的這個ID ID名稱叫賣賣賣的 小老鼠A957 加入之後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他報告 當你加了LINE之後 一定要記得趕快回覆 888三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今天的直播教學影片 只要你輸入數字的888 我就會直接傳送到 你的手機LINE裡面 而且是秒傳送 你按完888之後 這個直播教學影片的連結網址 就會傳送到 你手機的LINE裡面 你就可以直接點選這個連結 看到我今天的直播內容 完全不用東找西找 而且更重要的是 記得到記事本裡面去看一下 我今天所分享的兩支股票 其中一支是八十幾塊 一支是一百多塊 至於人工智慧的一個 選股教學影片 記得一定要在加LINE之後 回覆888 我就會把今天的直播教學影片的內容 網址 直接傳送到各位手機的LINE裡面 你們就可以直接觀賞 我今天所講的重點 股票怎麼佈局 才能夠賺得快又兇 很簡單 把你的資金重壓在底部起漲的地方 你自然就會賺得又快又兇 歡迎各位 想賺大錢的好朋友 一起來加LINE 好 我們看到 因為看起來這個大盤 這一波的一個航行 真的來得又快又兇 那怎麼樣把資金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能夠在一檔各國當中 賺到最甜的一個波段 其實老師已經幫大家 把各國挑出來囉 那可以在出入當中 找到進一步的訓練